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期视频我们重新温习一下极致热股 我个人选股主要还是看底层逻辑 以基本面为主 技术面为辅 基本都是挂单操作 平时如果股价没有太大的变动 极少去关注技术指标 不是日线交易员 遇上比特币的大行情 也会做一些趋势策略 在视频的最后 会重点介绍SARS三宝中的第二家公司 由于是中概股公司 是火坑还是黄金坑都不重要 风险控制永远是第一位的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这里先提醒大家 Salesforce马上就要发布财报了 预计是在2月25日 这只股票的基本面无需多说 许许多多的财经博主都做过了重点介绍 是超级大热门 也是我们2021赚钱懒人包 贝拉云6只股票组合中的一只 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上涨了近30% 但它的表现仍然低于许多云计算同行 许多投资者愿意选择更高估值交易的高增长公司 但是今年我们说这是一只抗衰退的股票 可以在其他科技股大幅回调的时候 给出稳定回报的公司 这是由于Salesforce自身的业务模式所决定的 从历史经验表明 在经济衰退期间 企业为了削减成本节约人力 Salesforce是企业的首选 虽然股价已经从我们的建仓位置 220美金到达了现在的247美金 但与其他科技股相比 估值仍然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大家可以继续安心持有 按GAP衡量 Salesforce也是盈利的 目前从股价来看 之前的缺口也补上了 这类制优的好标的才让人放心持有 Salesforce作为美国科技龙头企业中 第二梯队的领军人物 是美国反垄断大旗下的潜在受益者 不是打击对象 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 也是高领资本Q4持仓之一 估计大多数观众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不过千好万好 还是要给出风险提示 Salesforce最近277亿美元收购 Slack 会对其盈利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分析室预计 负面影响盈利高达25% 所以这里并不一定是说 现在的股价就是铁打的好价格 而只是告诉你 如果财报过后万一爆雷 不用太担心 股价下跌就是超底的黄金时候 220是非常好的价格底线了 回到收购短期来看 没有人可以判断是不是一笔成功的收购 但公司自己信心比较足 在刚刚过去的投资者日发布会上 Salesforce宣称其年收入将在2026财年翻一翻以上 超过500亿美元 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 但Salesforce之前已经轻松的击败了自己的长期增长目标 下面我们来看Big C 这里给出三条更新 第一条 1月底2月初的一轮上涨中 跟大家说过80-90就是我的轻仓价格 目前我手中只留有观察仓了 目前根据大盘走势 如果股价回调到55-65美金 我个人会选择重新买入 这里是仅供大家参考 第二点 如果错过两周前只赢获利的观众 请注意财报日发生了变化 该公司最新宣布 由于德克萨斯州中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 与天气有关的停电 该公司已重新安排了第四季度 和2020年全年的财报发布和电话会议 公司现将于2021年2月22日 收市后公布第四季度和2020全年的财务业绩 最新预测如下 预计在第四季度受益于整个开放SARS平台的增长势头 推出的开源结账平台OpenCheckout 预计将帮助该公司获得商家 开发者和合作伙伴的青睐 此外 在即将公布的季度 B2C和B2B商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加 预计将推动其企业业务的增长 此外 BigC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产品种类 和进入市场的能力所带来了影响 预计将在其国际业务的第四季度业绩中得到体现 此外 该公司在感恩节和网络星期之间创纪录的销售业绩 预计将显著推动顶线增长 不过预计在本季度 不断增长的营销费用仍会让公司感到担忧 本季度的共识预测 EPS为每股亏损0.2美元 基本进步不大 这个对于一个高增长公司是不利的 所以也导致投资者对这只股票信心不足 不过现在的股价已经把这部分坏的预测部分price in了 所以反而财报爆雷的风险变少了 第三点 如果BigC的确在财报中表现不佳 而持股的观众又不想割肉 那么请关注2021年10月 具体的原因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了 好了 以上就是对于BigC的最新更新 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消息面上的新闻很少 缺少炒作的题材 不符合散户的心理 属于大家平时所说的烂股系列中的一支 但每次只要耐心点 就是送钱的火 这只股票不会频繁更新 希望可以再次帮助到大家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宋财童子 Fastly的本年度第二轮行情要开始了吗 下面我们来更新一下 Fastly的股价在财报前和财报后大幅回调 这只股票每个轮次的加仓位置和止盈位置 我都给得非常清楚 但是缺点是 止盈都不能卖在最高点 有些观众跟着我在100至110的地方卖飞了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宋财童子和视频中的这五位上仙 还是有些区别的 那么现在股价回到了80美金附近 是个买点吗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财报 股价下滑 该季度是Fastly收购网络应用安全公司 Signal后的第一个完整时期 这为其收入增长增添了动力 营收增长40% 达到了8,260万美元 只是略好于预期的8,200万美元 本季度客户增长不大 毛利率略微上升 整体基本符合预期 但由两个关键原因造成了股价下跌 第一,Fastly的增长成本高于预期 其利润率也越来越差 全年亏损比分析师的平均预期差很多 第二点,市场对公司2021年的指导意见感到失望 以上是基本面的变化 可见股价大幅下跌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技术图形上看,也并不好 股价击穿了几乎所有的均线 目前仅仅是200日移动均线发挥作用 这个支撑区间大约是72-75美金 如果失败,就有可能回到去年10月份的58-60美元附近 随着大盘的调整,这个并不是没有可能 牛市当然希望看到Fastly先夺回60日移动均线 但如果它能占稳61.8%回撤位,那就更好了 目前我个人新一轮的加仓位置 随着大盘的调整略有下调至72-75美金 这里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现在买入是主动买套 因为理想的加仓区域是58-60美金 所以买入后 希望不要有观众来和我讨论技术面 技术面不支持 喜欢短线做趋势的观众不建议现在买入 如果你也想做一波这个行情 先规划好持仓规模 最大亏损 三至六个月的持仓周期 不要重仓操作 Fastly短期没有催化剂 会是一条死欲 做投资该赚符合你个人投资逻辑的钱 不是说每一笔钱都必须得去赚 如果一开始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逻辑 本身就是和你不符 就决定了这只股票就不属于你 胡乱操作反而会打乱你自己的投资节奏 这是投资资本市场的大忌 本期视频的最后部分 我们来重点介绍SARS三宝中的第二家公司 熔联云 股票代码RAAS 之前IPO我们介绍过 我个人也参与了 由于每股中签数量有限 实行的是平均主义 所以即使中签也股数十分有限 只能喝口汤 IPO当天大涨200% 股价最高到53美元 以收盘价计算 熔联云通讯市值达到76.73亿美元 之后股价大幅回落 目前的股价是回到了开盘价附近 我们来重新看一下这家公司 熔联云是一家基于云计算的通讯服务提供商 服务就是云客服务 调用API接口访问通话记录 其产品举例来说 就是短信验证码 语音电话 语言助手等等 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的主要优势 第一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云通讯服务商 所服务客户数量 至今已超过了7万家 也是中国少有的全通讯服务商 腾讯 阿里都是它的客户 其解决方案包括通讯平台及服务 云联络中心 云融合通讯与协作 云联络中心拥有订阅模式 和按照项目收费两种模式 第二点 公司拥有专利申请数十项 公司创始人孙昌勋持股为8.65% 有48.95%的投票权 技术出身 数学建模是其专场 背后投资方阵容豪华 红杉中国是其最早 也是最大的财务投资人 腾讯也是其早期股东之一 第三点 赛道占优前景广阔 熔联云通讯所在赛道 在中国还只是算刚刚起步 国内云通讯市场 呈快速增长态势 营收不断增加 具体的数据 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第四点 在美股中 熔联云通讯对标的是 美国云通讯商 Tovidio Zendesk等等 美股市场对此类企业 相对有更好的对标及估值 但是公司的缺点 同样非常明显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收入递增的情况下 公司净亏损 却在同比进一步扩大 而且短期内难以盈利 造成公司亏损 进一步扩大的原因 在于其成本及费用因素 这里我们给出 进一步的分析 下来看成本 电信资源成本 是公司成本项目中的 最核心项目 这里举个例子 在营收来源方面 CPaaS服务是其主要营收来源 营收占比约一半 CPaaS的盈利模式在于 根据CPaaS解决方案 提供的每月短信 和通话分钟数 定期向客户收费 也就是说 从运营商处 获得电信资源 然后向各行各业的企业 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公司现有业务 对电信运营商的合作 稳定性依赖程度较高 通常 罗林云会和运营商 签订年度合同 其中规定了每条短信 和每分钟语言通话的单价 数年来 电信资源成本 占公司总收入成本 超过70% 在国内 通信资源由三大运营商分配 作为服务中间商的 通信云企业 在与运营商合作时 没有溢价权 这是公司的最大软肋 也是公司毛利情况 一直得不到改善的根本原因 而且目前短时期无解 第二个造成亏损的原因 就是费用因素 云通讯及SaaS服务 前期持续投入比较大 公司研发费用和营销费用 一直高居不下 云服务的研发 需要持续投入 且公司还需要 加大营销力度 以求不断扩大市占率 所以费用整体 每年都在持续增长 公司的第二个负面因素是 荣联云的客户流存率 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趋势 说明公司提供的服务 年性不强 互成和不生 竞争正在不断加大 公司现有活跃用户为1.2万个 其中大客户为173个 荣联云通讯把年消费金额 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客户 定义为大客户 占比是1.4% 大客户对其收入的贡献占比 高达76% 该公司对大客户的依赖度较高 公司在招股书风险因素中提到 由于公司业务主要聚焦于 大型企业 存在被要求大幅减价的可能 而美国同行 Tovilio的用户数是其20多倍 所以Tovilio有溢价权 以及对大客户的依存度不高 最后一个负面因素 就是中概股目前的市场处境 无论是做空 做多 炒作都是投机客的最爱 在国内 对于云联络中心 及短信等服务来讲 容易受到国家管控 例如电话推销 我们来看股价 新股上市 我们无法给出好的判断 相对于美国市场 中国的云通讯行业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市场渗透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有巨大的市场机遇 估值天花板将随着市场成长 不断走高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一支中概股 风险不言而喻 看不懂的就不要去碰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视频中出现的所有股票 不以推荐 过去不推荐任何股票 将来也不推荐任何股票 我个人水平有限 请大家多多指教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您有点滴收获的话 请随手点个赞杯 谢谢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